感謝耶穌,感謝天父 來到今天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社會環境 面對我們COVID-19的第四波疫情 面對很多經濟困難 生活的艱難 我們相信我們很多很多家庭 很多很多家庭都會有很多家庭問題 社會問題 我們如何面對呢? 聖經讓我們有出路 我們一起讀經 有沒有人幫我讀經? 好,馬拉基書 有聞局 萬鈞之夜和話說 哪日臨近 世如燒著的火爐 凡抗傲的或恨惡的必而睡戒 再哪日必被燒盡 根本知條一無寸流 但向你們敬畏我命的人 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 其江線有依治之能 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肥毒 你們必踐踏惡人 在我所定的日子 他們必如灰塵在你們腳掌之下 這是萬鈞之夜和話說的 你們當紀念我伯人摩西的律法 就是我在荷列山為以色列眾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 漢娜也和話說 大義可惠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里門那裡去 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免得我來就在邊地 我的題目是父親兒女的心要轉向神 第一大點 神是公義的 馬利基書說 萬鈞之夜和話說 哪日臨近 世如燒雀的火爐 所謂一切不合神生意 所謂一切邪惡的 都會完完全全燒盡 是沒有一根條可以存留的 在那天 是有公義的日後 照著我們每一個神的指紋 凡既為我的人 必有公義的日後 照著出現我們 所以讓我們公義的日後 是有光線、有醫治的能力 醫治我們一切的疾病 醫治我們一切的傷心、傷害 還有什麼呢 我們就會很喜樂 我們喜樂到什麼呢 在牛圈那裡跳一下跳一下 開心到跳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神的公義勝過一切邪惡 我們神的兒女可以勝過一切惡人 一切惡人都不能傷害我們 感謝主 第二大點 神是有恩典的 馬利基書四章四節這樣說 當紀念我伯仁摩西的律法 神就會猜遣先知以利亞來到我們當中 以利亞因果是什麼呢 以利亞因果就是 叫以色列人的心歸向神 我們的心都要歸向神 為什麼呢 馬利基書四章六節這樣說 他必使父親的心歸向兒女 兒女的心歸轉向父親 這樣神就不會驟躁我們遍地 我們現在在這個惡劣的環境當中 我們很多家庭可能因為經濟的困難 經濟的所有壓力 很多時候都是家庭有問題 丈夫和妻子的關係斷裂 丈夫和妻子的關係可能破裂 甚至是冰點甚至離婚 很多兒女被虐打 甚至近個禮拜 有對媽媽因為和丈夫離婚 要搞離婚手續 結果有一個女兒十幾歲的 還有一個兒子在家裏一起自殺 我看到這件新聞 我覺得很傷心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我們不敬畏耶穌華 我們的心歸向我們的神 因為如果父親妻子 全部歸向我們的神 我們懂得如何愛 愛我們的妻子 愛我們的丈夫 愛我們的兒女 我們就不會有這樣的光景 我一個見證 我以前是 我和許正結婚的時候 我是游泳教練 游泳教練 你也知道要很push 很harsh 一定是一段高高的毫無欣臉 我自己又很孤獨 又沒有欣臉 總之是不行就punishment 不行就punishment 不行就罵 做得很好都會罵你 說你不是拿冠軍 拿到冠軍你不是破紀錄嗎 其實對對自己 到了自己孩子的時候 兩個孩子出生 我也這樣要求 其實我愛他 我愛我的孩子 我很愛他 所以我希望他成才 用我的期望 壓到我孩子的心裏 我的孩子結果 對我的關係 有個例子就是 小時候他彈鋼琴 我很想他彈鋼琴 很厲害很厲害 但是我逼他彈 結果他不喜歡 結果最後 我和大孩子的關係很惡劣 我每說A 他就做B 我小孩子就是完全 ignore我 所以 我覺得我完全教不到他 對感謝主 神改變了我 在三年前 應該五年前 牧師師母營運 我回去教會做義工 我開始接觸很多人 然後我就開始 去讀學房 日間學房 謝謝前組長 和牧師師 鼓勵我讀學房 我太太支持我 在學房的醫治中 我覺得最後一次 尿雅各牧師 來到講父親的傷害 當日我非常感動 聖靈充滿我 我一直哭 我完全收不到眼淚 然後我寫了Whatsapp 向我兩個兒子道歉 我覺得我不懂得做父親 我完全不懂得做父親 我傷害了他 我亦和太太道歉 我不懂得做丈夫 兩個兒子收到之後 馬上問媽媽 爸爸是不是瘋了 寫了這些東西 神是不停地改變我 當我起來牧養 我開始做小組長 我用父親的心 去牧養我的祖縣 我的門徒 感謝主 我和大兒子的關係 我和小兒子的關係 開始越來越好 越來越復和 我大兒子現在開始在服侍 我小兒子現在在聽他的講道 感謝主 我們要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要轉向父親 感謝主 這完全全是神的作為 根本就不是我 我靠自己的理智可以做到 是神 是神改變我 我來這裡站著講道 其實是神的恩典 我和神講的 我不會講的 不過你包底 主啊你來得叫我來這裡 就是你包底 包我底 我完全感謝主 這個不是我的 所以我們感謝主 我現在呼召 呼召 呼召大家有任何 善上的大兄姊妹 如果你的關係 你和父親的關係 你和兒女的關係 是很惡劣的 我呼召你 你站起來 我祝福你 讓瑪利基斯斯 四張的祝福 要臨到你家裡 讓你的家是興起的 讓你牧羊 讓你牧羊 是滿有神的恩高恩寵的當中 讓基督的一切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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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奉主是蘇基得名 阿們 为何山坤广道这么欢乐 山坤带给我们很大的欢乐 感谢主 其实抽到山坤我都一额行 抽到他我就冒汗了 我这个校长应该怎么办呢 山坤不是考你而考我 是不是考山坤是在考我 但是很感恩山坤都说得很好 给他掌声 但是感恩他讲得很好 给他掌声 有神的 我们有神的 首先我说的第一样有神就是 昨晚抽到许静今天抽到山坤 第二样有神 昨天抽到许静今天抽到山坤 两夫妻都被抽中了 怎么会两夫妻一起呢 怎么会两夫妻一起以后呢 其他人没什么机会被你两夫妻拿了 抢了其他人就没机会了 都让给你们夫妻了 所以我看到有神 然后我看到有神 第二我觉得山坤来六一的时候 是真的很低 第二我看到山坤刚来六一的时候真的很低 很扭曲的 对神真的没心 对神真的没有心 他要的只是钱 鱼 股票 他要的是钱 鱼 猫 股票 很多的捆绑又扭曲的 很多捆绑很多扭曲 各样都有道理的 各样他都有道理讲的 他的歪理来的 都是他的歪理 又欠债 又在欠债中 到今天他居然学房毕业 但是到今天居然学房毕业了 居然起来牧养 居然起来牧养 居然还带弟兄 居然还带领弟兄 改变了 真的是改变了 因为有神 因为有神 帮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为什么他要改变呢 为什么他要改变 因为他不变的话 他知道神会激打他的了 他知道神会激打他 是不是呀 三冠 是吧 三冠 感谢神 感谢神 再来他第三个恩告是什么呢 再来他第三个恩告是什么 第一个是夫妻 第二个是夫妻 第二个 两个一起改变 两个一起改变 第三 第三 他有抽签的恩告 他有抽签的恩告 有的 他抽中 马拉基书四张 一到六节 他抽中是马拉基书四张一到六节 这一段的圣经 这一段的圣经 其实大家听到山坤讲的OK的了 大家听到山坤讲OK的 其实他的题目应该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他的题目应该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然后带来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然后带来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而不是父亲儿女的心转向神 他讲的都是主要是讲这一件事 他主要是讲这个 那是好的 那是好的 神也是公义又有恩典 神也是公义的 也是有恩典的 但是这两个的标题就没有什么特别了 公义和恩典 这两个小标就没有什么特别了 公义和恩典 那我说他很有抽签的恩典 抽到这一段的圣经 我说他很有抽签的恩典 抽到这段圣经 这么多题目你抽到这一个 这么多的题目 一叠的题目你抽到这一个 这一张圣经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张 这一张圣经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张 今天当抽到这张 我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我觉得神要对我们来说 那今天抽到这张圣经 我觉得神要对我们讲话 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神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Lest I come and strike the earth with a curse Lest I come and strike the earth with a curse 免得我来到 免得我来到 Strike the earth 击打这地 With a curse 用咒诅 免得我来到 用咒诅拍打 这个地方 免得我来到用咒诅拍打 这个地方 我说三昆有人高抽签 就是 今天我们整个的大地 正是面对神用力拍打 我说三昆有这个抽签的恩高 因为我们正处在这个时候 就是神用瘟疫来拍打 神用cursed 瘟疫 神用cursed 瘟疫来拍打 攻击这个地 攻击这地 神说你们免得我来 神说免得我来 用瘟疫来拍打这个地 而我们今天正在面对 而今天我们面对这个 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信息 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信息 我们怎样可以避免 让神来到 不是拍打这个地 而是祝福我们 我们怎样可以让神来到的时候 不是用瘟疫拍打 而是用祝福来祝福这地 这里讲到的拍打 如同烧着的火炉 反狂傲和行恶的 必如睡街 在那日必被烧尽 神一定会回来 神一定会兼顾这个大地 神一定会回来 但祂来到的时候 祂是拍打还是祝福 但是祂来的时候 是拍打还是祝福 祂来到好像火炉那样 祂来到是像火炉那样 还是像公义的日头出现 还是像公义的日头出现 带来很大的医治 带来很大的医治 今天这个地方 又很需要神的医治 今天我们这地 很需要神的医治 今天香港很需要神的医治 全世界都需要神的医治 神要来了 是医治还是审判 是拍打还是祝福 我说山昆有恩高 抽到这段圣经 山昆抽到这段是有恩高的 为什么 我们刚刚读《士团传》的 我们刚刚读到《士图群传》 《士图群传》第十二章 《士图群传》十二章 我们说看见神的手 卖出福音的部分 卖出福音的部分 看见神的手 神的手就是圣灵 神的手就是圣灵 神的手拍打大地 这里又看到神的手拍打大地 神的手也可以医治大地 神的手也可以医治大地 《士图群传》十二章也是的 就是神的手拍打彼得 就是神的手拍打彼得 他身上的锁链就全部掉下了 他身上的锁链就掉下来了 他就醒过来 他就拯救 那个拍打是拯救 那个拍打是拯救 神的手拍打彼得是拯救 神的手拍打彼得是拯救 但是神的手同时都拍打希律王 同时神的手拍打希律王 就一条虫就咬死了 一条虫就把它咬死了 同一个字 同一个字 而这一章的圣经 而这一章的圣经 马拉基书最后 最后那句话 免得我来拍打 免得我来拍打 the earth with a curse 拍打这地 这个拍打这个字 那这拍打这个字 在希腊文对旧约圣经的译本里面 那在希腊文相对旧约圣经的译本里面 用这个拍打这个字 其实和《士图群传》第十二章 是同一个字 那你的拍打这个字 跟《士图行传》十二章的字 是一个同一个字 是同一个字 是同一个字 哇 弟兄姊妹 原来神今天藉着这个合法 毕业来都和我们分享一个信息 原来神也借着今天这个抽到的经文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信息 我们要神来到不是拍打这个地方 我们要神来到不是拍打这个地方 而是医治这个地方 我们怎样做到呢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神也都要这样转向我们 神也要这样转向我们 祂要怜悯我们 好像连失自己的儿女一样 祂会怜悯我们 如同我们连续自己的儿女 我们也都要用神这样的怜悯 去对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也要用神这样的怜悯 对我们下一代 所以三昆你做得对 你真是爱你两个儿女 三昆你做得对 你爱你两个儿女 你跟他们道歉 你跟他们道歉 所以各位父亲 所以各位父亲 原来今天这个地方的就座 不是别人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原来今天我们面对这个地方的咒诅 不是别人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怎样去瘟疫 我们怎样去除去瘟疫呢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比一切的疫苗更有效 当我们这样做 比一切疫苗更有效 就是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大家看看今天的世界 两代分裂 两代分裂 如果你在家里 你骂过你父母是猪的 请你道歉 如果你是父母 你骂过你的儿女 如果你是父母 你骂过你儿女 无论用什么的东西 无论用什么字 有关社会的运动 有关社会的运动 有关疫情的艰难 有关疫情的艰难 有关经济的问题 有关经济的问题 你要跟他道歉 你要向他们道歉 父亲的心先 父亲的心是先行的 你道歉先 你先道歉 转向他 转向他 他转向你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神的话是真的 神的话是真实的 神来到就不会就着 而是祝福 而是医治 而是医治 纵然这个大地 还在瘟疫当中 神必定给你平安 神必定给你平安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给掌声 我们抽到这段经文 他抽到这段经文 真的太好了